欢迎回来 昨天晚上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的罗湖公交派出所 突然响起了几声枪响 沉闷的枪声滑破了寂静的夜晚 当警员冲进了事发地点时才发现 两名同事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 其中年轻一点的警员是这家派出所的副所长 而年纪稍大一点的是该所的一名资深警员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昨晚十一时许记者赶到罗湖公安派出所 该组二楼两间房间均被拉上窗帘 有大批警察进出 从二楼的窗户可以看到 刑侦人员正在勘察现场 地上有大块血迹一直延伸出去 被枪击的两名民警 一人为罗湖公交派出所副所长杨旭 一人为一级警员吴乾春 据知情人士透露 罗湖公交派出所前段时间 刚刚经理领导班交替 当时的这位副所长到位时间不算长 而且非常年轻 是一位80后 目击者说两名警员被紧急送往罗湖去人民医院 但由于伤情过重 军告不治 拉走了 没有了 去世了 有一个抢救无效没了 有一个来的时候就没了 今天凌晨 一线记者看到有警方人员从医院走出 上前询问情况 但对方一代不回应 并驾车匆忙离去 今天上午一线记者再次来到事发的罗湖公交派出所 派出所今天已经不对外放工 大门口的铁闸门紧闭 保安有所增加 不时有挂警牌的车辆进入 二楼的事发现场也见到有刑侦人员正在调查取证 便以警员正对现场进行汇图 这一宗发生在派出所内的枪击血案 引发了各种版本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由歹徒夜闯副所长办公室 重商派出所副所长和一位民警 罗湖公交派出所的位置交通四通八达 在正前方就是文景洞口岸 而在它的侧面就是一个客运站 应该说这里的流动人员是相当多的 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想进入到派出所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这里配了很多的安保人员 二城以上有防盗窗 周边还有不少的监控器 如果要进入到这里面找到所领导 那除了熟人之外 基本上是做不到这个 而另一种说法是两位民警 因矛盾鸡院拔枪互射 由于遇害的两名民警是上下级的关系 因此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这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太多的矛盾 鸡院过身从而导致了血案的发生 今天晚上七点左右 深圳公安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 9月13日晚九十许 深圳市公安局公交分局 罗湖派出所副所长杨某 和值班民警吴某春 在该所二楼杨某办公室内 重枪倒卧在地 两名民警被送往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 目前深圳市公安局专案组 正在对此案加紧侦破 广东省公安厅已派专家组 赶赴现场指导案件侦办